好 這個向公聽會報告 向公聽會報告 我們今天早上的公聽會要正式開始 我們請我們的議場的工作人員 請媒體讓我們開會 好不好 向各位報告 那之所以排這個公聽會 我想大家都瞭解 現在的新冠肺炎的病毒 這個疫情非常的嚴重 那已經影響到經濟 美國歐洲日本 我想全世界各國都是 面臨到很大的挑戰 我們跟刀共使這幾天拼命跌 那麼他們的FED也降息了 這個似乎整個來講 沒辦法讓這個 金融市場穩定 我們台灣目前的話 看起來這個 也在跟我們想辦法 那麼今天 我們的央行理事會要開會 那麼今天國安基金 是不是會決定 我們近期內要召開臨時會議 我想這個都是要大家所關心的 那我們的立法院 我們一向都是立委跟官員對話 我們今天特別安排這樣的公聽會 所以讓業者把他們的心聲 來向我們的官員來報告 那看我們的官員 這部分怎麼樣在紓困 在後面的振興 能夠來幫業者來度過這次難關 這是我們今天公聽會 主要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我想我們就先開始介紹今天的 與會的委員 還有學者專家 以及各界的代表 那麼政府的機關代表 首先介紹我們另外一位 招委 莊瑞雄 莊招委 莊委員 還有介紹出席的學者專家 朱銀鵬教授 王俊豪副教授 張總的許蘇柏副理事長 公衆協經會的楊文斌代表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的副理事長 蔡副理事長 旅行商業同業工會的中一名常務理事 全國旅館商業同業工會 全國聯合會的徐榮雲理事長 以及張明稱秘書長 目前我們就這幾位 我們還有幾位教授跟業界代表還沒有到 我們介紹政府的出列席的官員 我們今天金管會的顧主委 銀行局的邱局長 財政部的吳仲次長 財政部的吳仲次長 榮委會的蔡處長 企劃處的蔡處長 經濟部常務次長 林全人林昌次長 技術處的林副處長 商業師的莊專門委員 以及中小企劃處的服務副處長 以及工業局的楊副局長 和國貿局的張處長 信保基金的副總經理 以及高副總經理 向各位報告 那麼今天的公定會 還有交通部的黃政府司長 陸正司的張副司長 韓正司的韓副司長 以及觀光局的州副局長 以及公路總局的黃副局長 民航局的方副局長 機場公司的洪副總經理 航港局的劉副局長 以及港務公司的中總經理 另外我也是台灣觀光策略發展協會的 無理市長 剛到 向各位報告 那麼今天的各單位 因為今天是行政院的院委會 所以相關的首長 有的在院委會都有跟我請假 那有的在各個委員會還在開會 那麼你可以看到像公議局的局長 他就進去委員會 所以跟各位做這樣的報告 不過這幾位相關的副所長在這裡的話 他們基本上是可以代表他們的單位的 所以我們就原則上 我們進行的方式 專家學者 這個每位 發言七分鐘 結束以前一分鐘 就是按您提醒 就是六加一 七加一 七加一就八分鐘了 統統八分鐘 委員如果要登記發言的話 委員每一位是五分鐘 得員上一分鐘 全部發言完畢以後 再請行政機關 就相關的整體回應 那我希望就分成兩段 我們分成兩段 就專家學者我看了一下大概 十個左右 十來個左右 我們分一半 專家學者講一半以後 我們就請官員回答 然後再一半再回答 我們希望在今天的中午 這個在一點以前能夠結束 好 好我們現在 就請第一位 我們是根據 簽到的順序 請他發言 好不好 第一位工商協經會的代表 楊文斌 讓代表欠 來請 時間七分鐘 往下一分鐘請 委員還有各位 先進還有各位官署的代表 記者媒體朋友大家 大家早 那我想其實我就是代表 工商協經會來做一些說明 因為其實 這一次的整個疫情來講的話 對於 我們相關中小企業的整個產業 其實影響相當的大 那 昨天也開始進入 所謂的全球鎖國的一個政策 所以其實在所謂的觀光事業的部分的話 其實進入一個相當嚴峻的一個考驗 目前基本上 營收應該是對減 而且 基本上 大概已經進入 整個資金凍結的 就是 現金流凍結的一個狀況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在整個的紓困政策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 有很多的部分的話是 反不及其 我們中間 我們鄰近的國家 包括新加坡 包括韓國 包括 美國的部分 其實在整個紓困部分的話 基本上都是 比較一次到位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我們也 的確面臨到相當大的一個遠近的考驗 所以 才會想在這邊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我想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不管是小公司或是大公司 其實同樣都是面臨到一切歸零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越國際化體質越好 或是規模越大的企業受創 目前是最重的 所以我們想說 尤其是站在海岸第一線的 潘勢亮 最近有一篇文章 他其實也是重磅出奇的部分 他認為海岸第一線的 就是所謂的旅館業 或是航空業 或是說相關的旅遊產業 基本上都是站在海岸的第一線 基本上這一個第一線的應該是 全部應該都會被打擊 是最嚴重的 那這一個的打擊下去之後 其實又有點像所謂的 的疫情一樣 其實基本上 這幾個產業 後面走連帶的一個相關的產業 其實是相當相當廣泛的 所以這幾個產業 一倒了之後的話 其實相關的所謂的 因素業餐飲業 其實相關的消費性來講的話 其實應該都是受到的衝擊是相當相當大的 所以我們想說其實 老實講 其實現在目前 整個的產業紓困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能夠有一個更健全的發展 那我想 在整個製造業的部分的話 現在目前也進入一個三段的一個狀況 就是供應 供應鏈的斷鏈 還有包括消費 消費鏈的斷鏈 中間的整個串接的整個的 的上 串接的那個中間的的的的的那個部分 其實基本上也是斷鏈的 所以現在目前 就是所謂 進入三個斷鏈的一個狀況 所以希望說目前來講 整個的電子元件的那個 核心元件的部分 基本上大都是以 大都是以日韓為 整個材料生產之牛二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電子產業的上中下 一定會受到連帶的一些波及 那疫情嚴重到必須切換 供應鏈時 國內產能如果跟上 那避免生產成本聚增 進一步降低我出口動人 那政府希望有一些超前因應的作為 那第三點我想要說明的 就是民眾消費信心已經受到影響 嚴重的衝擊商業的服務 就是商業服務業的部分 那我們在昨天已經全面限制 所謂的外國旅客來台 那大型的活動跟會長的部分的話 其實紛紛取消跟延期 那以國際觀光客為主的免稅商店 跟相關餐飲業多數都已經暫停營業或收小規模 加上國內確診人數已達百利 所以國人的採購 跟旅遊跟聚餐的意願也大幅的降低 直接衝擊到觀光零售跟商圈傳統市場 實體餐飲業的業績 相信如果仰賴現在的紓困措施跟振興消費券 能不足以回復所謂的民間的消費力 帶動整個商業服務業的正向發展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 大概有幾項的 建議就是希望說 相關部門能夠協助我們 在整個的 層次上面能夠做一些 就是紓困補貼的一些方案 第一個就是擴大編列 紓困的預算金額 簡化實質程序 縮短申請的流程 第一個 在像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觀光局有編列了五億的 所謂的以遜待證的這個的措施 那這個五億的以遜待證來講的話 其實雖然是說每個人 會有一萬八千多的一個 就是以遜待證的這個的 補貼政策 但是把它反映在整個產業的部分 基本上 不管是這個五億來講的話 有相關多的一個相關產業 包括旅行旅遊產業 包括運輸產業 包括所謂的的旅館 旅館行業 通通都是應用這五億 那把它算起來的話 大概它能夠覆蓋的層面 只有十分之一的從業人員 所以說大概就一家旅行社 最多就是一個到兩個的 在一家旅行社最多大概只能拿到 一萬八千多 不管你是十個人的公司 或是三千多人的公司 或是五百人的公司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一個的 比例原則基本上是有一些落差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乙訓戴政的部分的話 能夠透過企業 跟配合政府外訓導入的企業的部分 能夠去審視這一個的問題 因為現在目前這個乙訓戴政 是看得到吃不到 是完全沒有任何效果的 那第二點紓困預算的部分的話 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一些 一些編列的預算 那我們想在韓國的部分 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例子 韓國基本上 對於整個的疫情發生之後 從二月一號到七月三十號 它基本上對於所謂的四大行業 譬如說旅館還有旅遊產業 包括表演事業 大概有四個產業的部分的話 它基本上從原來的三分之二 補貼到四分之三 後來因為武漢疫情的提升之後的話 它現在目前是補貼薪資 其實達到百分之九十的這個狀況 就是一個階段性的一個補助的狀況 這個其實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參考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就是在營業損失的部分 就是尤其是旅遊產業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目前這一次的交通部觀光局 補貼所謂的旅遊產業的部分的話 只有補貼了29.2億 可是很多的部分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並不是直接補貼的方式 是用零有損失的方式來做一些補貼政策 但是這一個的政策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部分大小旅行社 直接通通都是一樣的待遇 所以造成在整個的紓困的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是沒有任何的效果的 那我們主要建立的部分的話 是希望說能夠用直接減稅的部分 來幫業者做一個更好的一些紓困方案 譬如說免徵或是減徵營業稅或是營手稅的部分 然後包括國營失業減免水電電費的 這一些相關的措施 那第三點的部分的話 希望說在整個的企業營運成本的部分的話 剛剛有提到就是所謂的非人資費用的部分的話 希望說能夠避免產業之前員工或是 進入長期無薪假的部分 可以比照相關國家的一些做法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在人事費用的話 就是補貼勞工薪資的這一個的內容 那我想其實依企業規模的不同 其實現在這一次的整個的產業的部分 包括不管大型產業或是小型的公司 其實基本上這次在紓困的部分的話 其實基本上比較沒有進入一個完整的一個規劃 這個是我們希望說能夠 也就是有一些比例原則或是不要齊頭式的平等 大概是這一個部分 我在這邊做個說明 時間到了嗎 好 還有 OK 那我想其實現在依企業規模的不同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剛聽到聲音以為是時間到了 所以我想其實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相關的產業最近在整個旅遊產業的龍頭 我想金華酒店其實也面臨非常大的一些影韻上的一些壓力 所以我想最近搭在整個的媒體上面 其實也是重磅出擊的 那其實在雄師旅遊的 王文傑董事長的部分的話 其實跟跟潘理事長其實 潘董事長其實也比較密切的一些接觸 其實大家通通都希望說針對 在整個的的紓困的部分的話 能夠在不同的一個公司規模的部分的話 能夠有效的去做一些審視的一些動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希望說在這邊做一些表達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向大會報告 這個我們特別是 也許我第一次來立法院或者是這些外界的代表先進 我們等一下按第一個鈴是剩一分鐘 按兩個鈴就是時間到 大概這個樣子 那各位就盡量的把握時間 把你們要強調的重點 這邊就反應 相關的政府官員都在這裡 他們都聽 等一下總會回答 那我們的立委 等一下也會有 可以有發言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介紹剛到的公總的代理士 代理士 以及台中市烹飪商業統一公會的葉信弘輔導理事長 好歡迎 歡迎 好 我再跟各位報告 我們發言順序是根據你簽到的先後順序來發言 好不好 第二位請台大 台灣大學生物產物傳播 以及發展學系的副教授 王俊豪王教授 來請 主席 然後各位愉快的先進 記者朋友們大家早安 那我今天 來 主要參與是針對 武漢肺炎 它對於農業部門的一個影響 那事實上在台灣第一 武漢第一例大概是在去年的11月可能的病原在湖北那邊發生 但是真的在台灣是1月21號的第一例確診 那時候才驚覺到說原來我們跟中國的距離有這麼近 那麼在3月11日 這個WTO就宣布全全球的大流行 一直到昨天我們準備資料為止 已經確認是100例 也就是說當初我們看 武漢肺炎它的可能的一個影響 是從沒有辦法預期的那個黑天鵝的巨大的衝擊 那慢慢的我們發現這隻灰犀牛越走越近 那對於台灣整個農業的一個影響 可能的影響跟民生物資的生活 它我們大概從農業的角度上面來看 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因應的措施 那事實上農業部門相對於剛剛所先進提到的 觀光旅遊業各式各樣的甚至是工業電子業 相對的衝擊規模沒有那麼龐大 主要是我們農業的人口很多 但是相對我們的產值很低 但是並不代表農業部門是不重要的 那這個是KPMG安侯建業這兩天發出來的 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的影響評估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的是 在最影響最大的大家是航運嘛 觀光會展 那接下來是證券餐飲中和林授業 那看不到農業為什麼 因為農業本身剛剛所提到的 它產值會相對比較低 但是它間接受到影響的 比如說是會展或者是說航運的部分 觀光包括跟我們民生相關的餐飲中和林授業 它對我們民生的生活的穩定性 的確有很大的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農產品一般是分為兩種嘛 一種是家庭的消費 第二個是到餐廳裡面去外食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的是 這個是根據台積院他們所整理出來的 在春節開工前 開工後兩週 它的影響大概是相較同期的 下滑了8% 在二月八連假的 還有成長 那根據我們日常生活到餐飲業的話 大概可以發現 像台大的學校的那個小路名 這個餐廳 它的業績大概是掉了8成 掉了8成 所以對這種小餐廳來說它的影響 更為嚴峻 也因為也就是菜營業的這個營業的一個效法 它間接的減縮了農產品消費的一個力道 那麼我們學界第一個事情想到的是 整體台灣農業的一個發展 所以從那個 這個疫情到底對台灣的那種糧食自給率大概有什麼要影響 那我們唯一的對照組大概是SARS SARS我們可以看得到可能是整體消費習慣的改變 所以跟進出口貿易蓬勃發展的關係 所以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在2003年SARS的那個疫情 我們看到說它對於糧食自給率的那個供給還是下滑的 還是下滑的 但是對於農民會本身它所主要的一個推動的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我們民生的糧食可以從國家自己來供應 所以糧食自給率的提升是我們主要的一個對象 那主要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是當時SARS對台灣農業經濟的一個主要的影響 那其實衝擊並沒有像目前碰到那麼嚴峻 也就是說跟餐飲業消費有關的這一些原料的農產品 它基本上是下降的 因為消費的降低 那相對的在家庭食用的部分 比如說豬肉水果啦保健食品 保健相關的農產品 鳳梨啦大蒜啦這些價格是上漲的 但是非食用的部分還是相對的下降 那外銷的部分因為有部分我們主要的貿易的往來國家都是寧靜的地區 所以它也接受到也碰到外銷訂單下降的一些問題 所以當初的農業部門的營運措施很佛系啊 簡單來講就是說它要提升一些 提高一些對於免疫力有農產品的一個銷售的一個能量 那第二個大概是說不敢到人口密集的一個消費的場所 就也相對的促進秀錢產業的一個發展 一直捷徑到今天為止 我們大概是台灣也在昨天也宣布說外國人不能入境嘛 所以碰到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新所構的一個時代 那對於外銷農產品外銷來講的話 大概我們東西賣不出去或者也進不來 那麼整體國內的內需的部分 因為社交的活動會降低 所以它會衍生到說消費 民眾會害怕到外面區域消費 這個也會限制到說農產品的一個市場銷售的一個情況 那事實上我昨天也特別盤點了目前農委會 它的一個因應措施老實講 比SARS的這個情況好非常多 它分別從兩個方向 一個是透過獎勵的方式來振興 另外一個是對經營困難採取補貼的一個措施 然後它在整個架構上分為有營運困難的分為內銷外銷 所以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大概所有的農產品幾乎有考慮在內 這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大概已經頒布了14項的農業紓困 還有振興的一個相關的法規 但是同時除了農林餘木之外 那特別去提高這個休閒農業 未來的經營營運的那種優質化還有競爭力 幫幫我按一下謝謝 那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事實上 糧食它雖然經濟的影響力道低 但是它可能 昨天大家 因為宣布這種緊急的狀態 緊急的那種狀態 所以大家已經開始在各超市裡面開始囤貨了 那未來糧食會不會短缺是我們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那同時對於 對那個糧食安全 大概也可以趁這個疫情 這個可以 農業部門可以來努力 那我要特別分享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的學生 他因為 開學前兩週 然後開學兩週 所以他就發了一份FB 在他的臉書上面 不到24小時 他有1200箱全部賣光 全部賣光 表示說 國人 對於消費的產品是有 自己就是自家農產品 它是有一些需求跟支持的 那後面這些建議是特別希望說 農業部門 不要從農業生產本身來出發 他應該 擴大他的視野 對接到這種農糧的供應鏈 那第二個就是 扶植這個數位的農民 強化電商 時間的關係 那以上 還有一分鐘 好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也看到農民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利用這種短期的因應 通過很簡單的臉書 一天就可以全部賣掉 但是他出貨大概出了一個禮拜 也就是說他在物流的部分 他在 他在物流的部分 他在電商的營運 事實上 數位化 強迫數位升級 這個是值得未來農委會 可以來加強的 那第二個是說 未來如果說 民眾不消費的話 那我們現在的 擁有的科技的力量不一樣 我們有行動支付 我們有食物外送平台 在 如果說 部分的城市 或者地區 必須被迫遭到封鎖的時候 糧食的供應不短缺 這些是 呃 農委會他必須 他必須可以 再擴大他的 那個服務的一個能量 那比如說 現在也有 準備發放這些 所謂振興的消費券 那我會建議說 趁這一波 可以改變國內消費者的一個習慣 比如說經過政府 認證的這種 產銷的旅行券 大家 農委會也可以來發送 減少這個疫情的一個衝擊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我們 王教授的發言 最後一句話 我也聽到 請農委會 不知道農委會的 長官有沒有辦法聽到 說農委會其實可以發消費券 那跟大會報告 我們的委員們 要發言 可以發言 但是就是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建議 聽集會我們再發言 好不好 那你有事情你要先講 可以我尊重 就每位五分鐘 好不好 那就請陳嘉華 我也請聽發言 請 主席 好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今天針對政府部門 對這個疫情所做的這個努力 我想今天藉由工廳會 讓大家也提出大家的看法 那我是在 今年在財政委員會 這個 擔任這個委員 那 我們知道 這個疫情呢 其實是很嚴峻的 那我們也期待 就是能夠透過這個疫情的 這個 因應 我們能夠 有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放啊 不見了 我們透過這個疫情呢 我們 可以來發展 能源轉型 下一張 我們可以發展 健康的 經濟 還有可以 來 推動 耗能 減少 耗能 跟 減少空污的一些產業 更進一步 我們也看到 經濟部 這是推動 農委會推動 這個健康經濟 再來 我們看到 經濟部 還有中央研究院 衛福部 來發展生技 產業 除了口罩之外 我們現在也在研發快篩 疫苗 藥物 等等 那 下一張 我們 接著 時代力量 我們針對這一次疫情 針對全球的這個 金融的一些 目前的這個股市重挫 甚至很多金融的危機 那時代力量這邊也提出 金融防疫超前部署 那在這裡 我們 會建議 今晚會要落實 宏觀神聖的這個監督 因為 以往我們看到 像一些銀行 為了快速獲利 銷售像TRF 這樣子的產品 已經讓整個金融 基礎受到傷害 那另外 另外保險業在金融裡過度寬容 急速海外的膨脹 急速膨脹 然後在海外的投資 那目前呢 也暴露出一些嚴重的威脅 所以在這裡 我們期待 下一張 我們期待就是 從監察院 監察院 針對這個 TRF的這個 所提出的糾正 希望今晚會 能夠進一步用更宏觀的這個 視野 來做這個 這個監理的工作 做這個金融的這個 審慎的監管 好 那 另外呢 另外我們也看到就是 這些缺失呢 目前 有很多 已經被糾正 就是 有發現 從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商品的專案 也看到 一些缺失 就是譬如 這個 需要做檢討改善的 然後另外有 沒有具備 法定資格的條件的一些 延伸性的金融商品的交易銷售 也發現有30多家銀行 有這個缺失 所以因應這個 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 我建議 我建議今晚會 要 嚴控美元的放存筆 避免銀行過於 依賴短期外部資金 造成美元流動性的危機 另外 要 針對台灣金融風險 台灣Risk 的這個變化 推出政策穩定的這個 的政策 讓台灣的金融 能夠讓外界有信心 另外 資本氏足力不足 這個 也是金融機構目前 所發生的現象 所以我們必須 要求金融機構 善盡真資的責任 避免過高的尷尬 那另外在這裡 我們已經知道 政府有做一些 包括中小企業貸款 個人房貸信貸 有做額外寬限期 那這裡呢 我也建議 如果我們試疫情狀況 要做更進一步的調整 那讓這樣可以避免讓個人信用 可以保障 那目前 我們知道 經濟部已經有一些政策了 包括信用卡 包括 一些這個展延 那最後一張 那另外針對 個人房貸的部分 我們希望政府就是能夠 針對是個人自助的房貸 如果是有排 有一些涉及炒房 的這種貸款呢 不應該列入這個 舒遁政策的理念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的發言 跟我一位報告 今天是公聽會 我們是希望以外界的 學者專家為 他們讓他們先發言 剛才因為陳委員 特別拜託說他 等一下另外一個事情 時間衝突 所以讓他先發言 每一位就是五分鐘 如果立委要發言 那我們大概幾位 幾位專家學者發言之後 如果你覺得差不多你要發言 跟我講一下 我就讓你講 那就是五分鐘 好不好 好我們下一位 下一位請 臺北市旅行商業統一公會的常務理事 是鍾毅民 鍾沖立市敬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好 感謝這次能夠前來說明一下 我們在旅遊產業的部分 這次的整個疫情 那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我們的幫助 那首先有關於這個第一項 第一項的話呢 是針對這個公關產業的一個紓困貸款的部分 那麼照之前的來的經驗來看 通常的這個銀行業者的話呢 他們的放款的條件呢 常常都是希望有這個不動產 好那而這個旅行社來講的話呢 其實呢大概有八九成來講的話 都是屬於中小企業 也就是說大部分他們可能這個旅行社 都沒有所謂的不動產 那所以針對這次的紓困貸款來講的話呢 銀行端是不是他還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說 我沒有這個不動產 那麼可能就無法放貸 那另外的話呢 是不是為了配 能夠讓這個貸款能夠更順利的話 能否是不是財政部的話 可以要求說這個八道行庫能夠配合 所謂的這個績效評比 那並且在這個信保基金上面的話 能否我們再從八成拉高到十成 這樣是否可以能夠加強銀行業 能夠願意放貸的一個 一個一個他們的意願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能夠順利的能夠 帶到這個周轉鏡的話 我想這個對大部分的旅遊業者來講 是一個有喘息的機會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呢 因應這個冠狀病毒的衝擊 我想尤其是剛剛宣布說這個 開始全部都無法禁止 全部開始禁止旅遊 那所以呢很多的旅遊業者來講 幾乎等於是營業是歸零了 然後就完全沒辦法做生意了 所以呢 是不是能夠我們在這個 108年度的營鎖稅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不是能夠給予減免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對於有一些大型的企業來講 旅行社有些大型的旅遊業來講 可能對他們的幫助會比較大一些 那再來第三點的話呢 是所謂的這個 觀光項業產業的轉型培訓計畫 那這個培訓計畫的話呢 目前的預算是5億 那5億的話呢 我們建議是不是能夠把這個 經費再能夠拉高 因為這個費用裡面呢 涵蓋的是這個 觀光產業的各行各業 包括旅館 包括各方面 那但是我們講說 從光是台北市的旅行社的從業人員 光是旅行社的從業人員 台北市而已 那麼這時就已經接近這個兩三萬的人 也就是說呢 這個5億呢 如果說呢 要用在光是台北市的旅行 旅行從業人員 其實就差不多用完了 更不要說是各個的旅遊業 然後也是全國 我想 如果能夠有效的 不要說我們說實現到了百分之百 如果說能夠讓我們實現到了 能夠符合到了三成到四成 我想其實應該都會比較有實質上的一個效益 另外的話呢 我想在這個 振興的部分 我想依照目前來講 國人其實是在這個消費上面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的政策 可能也不見得能夠拉抬他們的信心 所以在這個艱苦的時段來講的話呢 是不是呢 政府能夠幫忙協助到旅遊相關產業 在於這個一定比例上面的補助的薪資 房租跟這個勞健保相關的費用上面 是不是也能夠在一個 比如說這個半年左右的一個一定比例上面的一個補助 那麼在未來來講的話呢 如果疫情稍緩的時候 那麼我們再採用所謂的一個 振興的一個方案 那所以振興方案的話呢 其實之前大家都有提到這個 所謂的旅遊消費券 那我個人認為是說 以我們旅遊同業來講 旅行社它其實是一個觀光產業鏈的一個中心 它成一個輻射狀的這個行外出去 這裡面呢 包含了這個遊覽遊覽車業者 包含了餐廳 包含了伴手禮 包含了這個旅館業 甚至於也包含了夜市 因為常常看到夜市看到遊覽巴士嘛 所以如果說呢 這個旅遊的振興的消費券呢 能夠呢 是以旅行行業為一個中心點 也就是說發放這個所謂的旅遊消費券 旅遊消費券 然後呢 給這個每一家的旅行業者 那這個用途只在用於旅遊相當產業 就像我剛剛講的 也可以包含了國內的航空機票 巴士飯店餐廳 甚至於伴手禮夜市 全部都可以使用 但是呢 不分團體或者是散客 但是只規劃於在於用於旅遊團體 那如果說呢 今天是可以這樣子的話 我想這是一整個脈絡的旅遊脈絡 其實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實現到了 那麼全部的產業都可以用到了 那如果說呢 打個比方舉個例子 如果一家旅行業者可以得到 大約兩百萬左右的這個 旅遊消費券 但這不是給旅行社用的 給旅行社花的 是旅遊消費券 也就是每一家旅行社 都拿著兩百萬的消費券 散布出去 給所有的旅遊相關產業 那這樣子的話呢 旅遊相關產業 全部的產業 全部都能夠受惠到 我想旅行業 旅行業本身其實 它這個行業 就是在做一個包裝產品 包裝產品跟銷售的一個行業 那如果說呢 未來的振興呢 這個項目能夠交給旅遊產業來講的話 交給旅行社來做的話 有旅行社包裝好的產品 然後呢去吸引消費者 讓消費者在旅遊產業鏈上面 能夠有積極正確的一個 把這個消費券給使用掉 我想對於這個活絡市場 可能會更有更大的幫助 呃 以上大概就是這次的一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中長務理事 向公聽會報告 那麼我們希望尊重每一位發言的權益 所以就拜託大家 坐在我們的會議室裡面 請各位不要講話好不好 如果你們需要彼此事人交談 請各位可以到室外去講好不好 特別後面有幾位 我們請各位維持會場的秩序更安靜 就拜託各位了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旅館同業公會聯合會的秘書長 對不起 好 商總的護理事長 許舒伯 副理事長 許委員 許舒伯 請 主席 各位 各位議會的代表還有各位各部會的長官 我想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 商總反應所有業界的這個問題 我們有做一個總表 等一下會提供給所有的這些政府官員來參考 還有我們媒體界 但這裡啊 我在這八分鐘裡面啊 我最主要要歸類幾項 第一個 我想在座所有的人啊 絕對 認為 我們現在政府編列的這404億啊 到底能不能支撐整個疫情的發展 跟整個產業目前所流失的 我想他的答案是很清楚 不夠 絕對是不夠的 而且這個部分啊 我認為 我們政府都在強調 我們防疫是超前部署 所以維持了現在台灣 雖然有100個 但是在全世界來比的話 我們算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對於企業的紓困 對於經濟的衝擊 有沒有超前部署 我想這個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所定的目標跟所有的 動資的這些資源啊 可以說大我們非常的多 十倍二十倍以上 都還不一定能夠控制疫情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我要強調的 就是行政院應該盡快的 不要等到說啊 不夠了我再來想辦法 不是這樣 現在已經明明知道不夠 不要說未來不夠 明明知道不夠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要啟動 第二階段的紓困計畫 第二階段的紓困基金 這是我第一個訴求 第二個 我認為目前要舊產業 有一項目標是很明確的 我想在座每一個人都會接受的 可能財政部的次長坐在這裡 很難為了 降稅 是所有大家的共識 所有的稅 目前來講 大家說 我連三餐都不寄了 我還有錢繳稅嗎 我們稅法是一個拔鵝理論 這隻鵝 已經快的病了 病病一息了 你現在這個時候在拔牠的毛 請問這隻鵝活得下去嗎 活不下去的鵝 你將來如何拔毛 所以讓這隻鵝恢復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要降它 剛剛講的 包括營業稅 地價稅 房屋稅 甚至於 我們假使沒有辦法比照韓國 沒有辦法比照日本 比照美國 發錢給民眾 可不可以全民降稅 所得稅 五月份的時候 採取全民降所得稅的方式 讓全民能夠度過這個危機 這是第二個 我要說 所有的產業 降稅是一個很直接的方法 剛剛說 怎麼分啊 五億分多少 五億分 誰分多少 分一分你真的能活嗎 降稅我認為是一個 最直接的辦法 第三個 救股市 台灣的股民啊 千千萬 股市今天又跌了三百點 每天這樣的跌滑 剛剛說產業要救 怎麼救 大家每天看到股票 就輸光了 我還有心情去吃飯嗎 我還有心情去旅遊嗎 我還有心情去住宿嗎 我還有心情去消費嗎 百頁蕭條 所以救股市 是絕對必須要做的工作 今天陳時中部長 防疫救了 變台灣的英雄 誰能夠救股市 又是台灣另外一個英雄 所以在這裡啊 當然 救股市 現在兩大諸字啦 一個就是財政部的四大基金 但是我們四大基金也不能拿來玩啊 玩進去以後萬一虧了 大家可能又有人要下台了 但除了四大基金以外 還有一塊可能就是我們顧主委 我們金融界的 產業界的保險界的 事實上還有很大的資金 子彈 但是不敢投 那怎麼辦 要有方法 讓保險業的資金在必要的時候 穩定的時候 能夠迅速的進場 能夠來加大他的力度 來提升上來 或者一般的股民 就算翻轉的時候 他還有沒有錢可以上啊 沒有啦 還有沒有資金可以上 沒有 海外這些外資 雖然賣了股票 但是如同主委自己說的 這些錢都沒有外移 但是他準備什麼時候 就是大家進場 我才會跟著進場 所以外資還有金融資金 還有所謂的四大基金 將來股市不救 你救百業也救不起來 所以這是我第三點的訴求 第四個 就是 既然我們昨天已經封掉了 所有的外來的都沒有了 也就是外來可能帶來 對台灣的市場的提升的力道 已經零了 那既然零的狀態之下 就剩下內需市場 那所有的官員 麻煩各位思考一下 如何創造各行各業的內需市場 各位在座的很多人都講到 我們叫信心不足 內需市場就是消費市場 所有消費者的信心不足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政府如何去帶動這些消費 是用刺激的 是用鼓勵的 是用補助的 是用什麼方法 窮擊一些方法 要促進內需市場的提升 假使內需市場不提升 什麼都沒有用 你現在要借錢給他 再給他再多多錢 請問不要還嗎 要還吧 那我都沒有收入 我將來還是一個苦擾 那乾脆怎麼辦 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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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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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心 無心 這個社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 無論如何 促進內需市場 是非常迫切需要做的 那我們怎麼去刺激他 我們現在不是 23億 23億真的很少 發到各行各業去 真的沒看到 23億 馬上砸 不是等疫情結束了 現在該砸就砸 昨天我碰到我們商業總會的一個 他說完全沒有影響 而且他的業績成長 我問他 我跟他說 你當然業績成長 它是什麼 液化天然氣 因為所有人都不在外面吃飯 全部都在家裡 天天用瓦斯 所以瓦斯桶一桶一桶的在 現在瓦斯又降價 他是業績成長 還有一個單位叫自麵工會 他們麵是煮好了一桩 然後鎖料空間就可以吃了 再加就可以吃了 業績成長一倍 所以有一些產業是業績成長 但這不是好的現象 所以在這裡我分四個 一個就是 所有的超前部署的資金嚴重不足 第二個必須救產業 希望能夠降稅 第三個救股市 第四個必須促進 國內所有的內區市場的提升 這是我的報告謝謝 好 謝謝徐副理事長 徐委員 我們下一位請旅館同一公會的 張明稱秘書長 主席在場各位公部門的長官 在座的這個學者專家 以及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我想那個旅館業 大家觀光產業 我代表旅館業 當然也是整個觀光產業的一環 那我想這個整個觀光產業 大家都知道 包括他整個產業鏈 大約超過一百萬 那如果這一百萬 在我們整個產業裡面 激進崩盤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些員工 未來面臨的可能很多的就是失業 很多業者現在已經 現在行政院說 我們不能沒有 不能放那五薪假 那其實 業者自己在已經 心中有一把子 在盤算 未來要怎麼因應這個後來 後面的這個四月五月六月 甚至更久 我想有一句話在說 不要等到孩子死的才給奶 那我想這個紓困 我們要超前部署 就應該要趕快來 積極來 這個 擬定一些策略 那我這邊 手上有一些 包括 一個紓困重點 包括四項 金融紓困 跟稅收紓困 社會性政策的紓困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補貼水電 瓦斯這種 那再來就是 降低人耗的這個紓困 第一個我們 想 區別對待 重災必須要重輸 尤其我們這個觀光產業 很多旅行社也好 都會行的旅館 那他再來就是 那個大型的觀光旅館 他受創更為嚴重 那我想這種的 必須要去 依照他的這個 限時狀況 去採取不同的這個補助 那麼 像旅館的 都會行剛剛講的 都會行 其實他這個 員工 員工數是最多的 這種的就應該想辦法 像我們這次有辦理 一個人才培訓這個部分 總體來講 在這個 能量部分 大概我們產業的十分之一不足 我想這一點 在我們第八點 我們還會再講 我想是不是能夠 對於這些 重災的這些旅館 適度的放寬 它的貸款條件 剛剛有講說 包括那些 除了這些融資貸款 或是信用貸款 那信用貸款 包括像那個 小型剛剛 那個旅行社 或是小型的這些業者 或是甚至是租貸型的這種 旅館 它根本就沒有這個 這個資產可以來作為融貸 或是貸款的這個條件 第二個那個旅遊的 這個過去呢 有補助 過去有申請貸款的 或是將來要申請貸款的 那麼我們是不是給予這個利息的補貼 那麼再來就是那個 如果它這個利息呢 能不能依照 如果我們要新貸的話 是不是能夠利息再調降 依照市場律令再調降 那麼對於這個 利息的繳納是不是可以再延長 那不繳這個自納金 那麼第三個就是我們加拿大這個 稅收降幅的幅度 那麼希望能夠針對性的系統性的 對這些尤其是網關產業 旅館產業 那麼所得稅 眾所稅 是不是可以減免或是還繳 那麼甚至說第二年 延到第二年 讓產業能夠休養生息 第二個 受災的企業呢 去年的所得稅 是不是可以持獎 或是延益是不是可以不收這個自納金 那麼第三個是為這個產業 留住人才 那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或是疫情結束之後呢 免徵我們職工的這些所有的職工 包括這個產業鏈這些職工的這個 個人所得稅 那第四項呢 就是勞健保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採取這個環繳 那麼再看情況是不是來免繳 或是怎麼樣來配合 我想這個產業呢 的現實狀況 我想公部門大家都非常清楚 這個尤其是越大的企業 受傷 越嚴重 那麼我們再希望說 在第五項的部分呢 水電瓦斯或是說其他的這個部分 也可以來做為補貼 那麼第六項我建議說在鼓勵企業 剛剛講說那個產業缺少這個信心 我想業者大家都知道 每天講的都是說 未來怎麼辦 四月怎麼辦 五月怎麼辦 有一句話說信心比黃金 現在的信心比黃金還要貴還要貴重 是不是在疫情期間呢 給那些支持政府不猜源的企業呢 給予優良企業的補貼 鼓勵他們 那麼第七項呢 在未來我們疫情結束之後 是不是可以趕快來規劃這些 夏季或是秋季 甚至這些旅遊的這些行銷 宣傳 甚至是這個消費券 這個發放來刺激這個整個 國內的市場的需求 第八個 以學代政的這個政策 當然我們很肯定 政府各個部門 尤其是廣告局 在這方面呢 確實是在做好超前部署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培訓人量確實是不足 不到我們產業的十分之一 那我想說是不是 第一 上次我有提到說 這個如果說我們在這個 這個疫情期間呢 我們反而去舉辦這樣子 一個第一次 一百二十個小時的 這樣的培訓課程 會不會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而且我相信很多的 小型旅館 他在這個人力缺口上面 根本就派不出來 去上課 那麼對於這些呢 幾乎都是在 佛這個大型的旅館 那小型旅館呢 他員工呢 一個蘿蔔一個坑 他也不太願意去培訓 參加這個十五 十五天的這個培訓 總共一百二十個小時 這種培訓課程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等待 疫情之後 我們現在先來補貼申請 那麼未來是不是可以 依照分季分期 分階段 來依照員工的這個需求 來給予這個培訓 第九個呢 有業者反映說我們旅館 現在這個兒溫槍 這個酒精都不足 是不是可以 比照這個口罩的辦法 給予我們這個產業來這個 申請我們來購買 那麼剛剛這個 第十項就是紓困的這個 這個作業必須要能夠簡化啦 放寬 再來就是未來的這個 旅館業的 會使用的這個樓層 是不是可以來按這個 非營業用的稅率來 降這個 科增的這個房屋稅等等 我想這個對我們 旅館業也會有一些實質的幫助 那再來說我們 剛剛講這個辦訓的部分 如果說能夠擴大它的這個總額 就是說剛剛講 我們只有五億元要辦所有的官方產業的這些 確實是不夠的 不足的 好 報告 好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的副理事長 蔡文鈺 蔡副理事長請 謝謝 主席各位在座的先進各位早安 我代表 中華民國中小企總發言 我想就是首先要感謝呢 我們政府呢 在時間上在金額上呢 馬上提出這個 補助方案解決方案 雖然金額不大 但是呢 至少展現一個政府施政的決心跟效率 所以呢 代表中小企業在這邊感謝政府 第二個呢 我想這一次呢 疫情呢 現在大家 大家重點呢 應該是 優先是防疫 再來是紓困 再來才是振興產業 所以 我想優先次序是這樣 那防疫是 衛生署的 衛服部的事 那我想在座呢 大概 重於紓困 那個振興產業呢 我想應該排在其次 再來 就我們這一次的紓困 我們總預算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404億 404億的話 我想呢 政府單位大概是一個先初步 第一步 否則呢 根據這一份資料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404億 新加坡1350億 香港4656億 日本4510億 如果就我們的GDP的規模的話 我們都輸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所以我們在座的 可能要建議政府單位 要有那個意思 要有那個心理打算 如果我們這個金額呢 明顯屬於我們亞洲各國的話 我想將來勢必一定要提高 所以就量 第二個呢 就時效 我想就是 就時效而言的話 我們的原則上 當然即時補助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原則上 我想紓困 是最重要的 至於我們提出的辦法 要補助中小企業啦 或是呢 那些那個那個那個 特殊的那個產業的話 那個要經過審查 申請一大堆行政手續呢 我想那個是應該在 時效上呢 應該是比較 反不濟急 或是排在 四順位 所以 就量 食 還有 對象 這一次比較重災區 當然是 特殊的旅遊 餐飲類 再來我們中小企業 也是重災區 因為中小企業 本來就是弱勢企業 所以我們是希望 這一次的補助重點 或是紓困重點呢 把中小企業排序 排在前面一點 排在前面一點 因為我們那個 如果是上市公司 或集團企業的話 那個財力很大的話 政府不用去擔心 因為台灣呢 現在呢 整個企業的財務結構比例呢 已經是一比一的比例 已經不是二比一的比例 所以呢 大企業錢很多 所以 大企業可以把它排在第二順位 就 對象 好 再來 我們具體的建議呢 就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 我們剛剛說所謂紓困 紓困呢 我想 兩個 兩個重點 第一個 第一個重點就是 對到期的呢 貸款的話 我們是希望 金管會監督呢 如果確實是有紓困的需要的話 可以延期延期 第二個呢 當然呢 延期呢 往往講白的 目前的生態 大概就是 上面講話 下面不見得要聽 為什麼 因為放款是有責任的 所以如果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導致於將來呆帳的話 這個責任應該要減除 這個責任要減除 再來呢 如果有因為這個退票的話 我想 退票的那個信用呢 應該應該 不要列入紀錄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建議我們的金管會 不管公營銀行 民營銀行一樣 每天公佈在網站上 看哪幾家 確實有做到 申請紓困 核准紓困 造成全民監督 造成全民監督 這個就是 就金融方面 就於那個財稅方面的話 財稅方面的話 我們財政部也有提出 環繳稅啦 減稅的這個措施 我們建議財政部呢 是 從一連呢 是從疫情宣布 結束以後的一連 不是現在的一連 第二個呢 我們也是希望財政部呢 也就是鼓勵各基層單位呢 在對於申請環繳稅的免稅的 重寬重訴認定 那第三個呢 拜託財政部呢 也是一樣 在網站上公佈各基金機關呢 到底執行績效怎麼樣 這樣的話 我想基金機關的基層才會去做 或者呢 上面講一套 下面 聽不聽又是其次 好 再來另外一個呢 我想 美國呢 提出一兆的 資金周轉 美國FED等於我們中央銀行 所以在我們目前這個 系統裡面 我發現呢 我們對中央銀行好像沒有要求 我們中央銀行應該 當然我們不可能像美國FED這樣 但是至少我們中央銀行要放寬 這個存款準備率加大 放款量 銀行放款量 還有降低利率 我們中央銀行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你放鬆銀行 這個兩百億三百億 倒不如中央銀行降一個降準 準備率降一個Percent 效果更大 所以這個就是中央銀行 再來 剛剛講的就是我們這一些補助的話 我想就是用補助 用補貼利息呢 我倒建議呢 我們把經濟部把錢放比較多 在信保基金 因為信保基金放一塊 可能產生十塊的放款效果 有財務槓桿效果 那你在那邊補助又要申請呢 可能都來不及 機業倒掉了 錢才下來 所以我是建議我們經濟部把那個資金放比較多 再信保機關 再來另外最重要各位都有提到 其實呢 這一次的疫情呢 你說有沒有比SARS嚴重 恐慌度是比SARS嚴重 那個疾病沒有比SARS嚴重 所以呢 建立我們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那建立信心就是從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股票 一個就是群眾消費 好 我的發言到這邊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旅館公會聯合會的榮譽理事長 徐英樹 徐榮理事長 然後他發言完畢之後 我們會請一位立委 剛才登記的 就先插進來發言好不好 第一位是 對 謝謝 主席在座所有中央各部會長官 以及我們官方產業的各先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非常感謝呢 有這麼多委員能夠力臨現場 來關心台灣官方產業的勇氣 來疼惜我們旅館業 我想我也藉這個機會來感謝 因素在100年到106年 擔任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的期間 在座有很多委員給予我很多的支持跟協助 所以讓來台禮客不斷的提升 我想今天感謝主席的邀請 讓我們能夠很務實的在這個地方 來表達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知道 旅館業是根流台灣的產業 他照顧了很多的勞工 今天我們也非常感謝交通部觀光局 給予我們很多 預算 所謂紓困的一個預算編列 但是政府想幫忙旅館的忙 因為編列預算的不足 我想也很難幫忙 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國人不出門 外國人也不能來 我們旅館是不能存貨的 今天沒有人住 明天就沒有了 說一句更直白的 是員工比客人多 當然我們感謝政府 藉這個機會 來辦所有教育信念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來提升我們所謂 旅館人員的一個品質 但是可能有一些委員不太清楚 我們旅館真的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本來就是三班次 說實在的沒有客人也要留守 甚至於有很多的產業 因為過去有時候有因為地震 有一些水管的歸類 用便當盒在鑽的 有一些老舊的電梯 現在藉這個機會更新 還是要有人 雖然政府的沒意 讓我們的員工能夠充電 但是還是有很多業者跟我講 他說你是政府 政府不是說不能去人家的地方嗎 結果有到到去 又出錢回來不然怎麼做 我想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我們的網工都比較高益 拿去用館拿去不然怎麼做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 那 最多可以用一百二十點多久 一個人一百五十八塊 一萬八千九百六 請問 根據我們勞基法的規定 一個員工週休二日至少八天 若是用一百二十個小時 除以一天上六個小時 二十天 二十天加八天 二十八天 所以他幾乎不用來公息 那假如說一天上十五個小時 他也要上十五天 跟他八天的周休二日 二十三天 你收 他跟他上七天 我檢視就沒有人了 他的好意 不是不好意 是我有困難 我想這是現況 當然融資的錢 絕對是借來什麼 補虧損 借來補虧損 那當然職人的交易 真的很好 但是呢 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很能夠幫助我們產業 我常常講 政府疼秀離官員 實在是 是當作接待外賓 跟照顧出外人的一個家外之家 這是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感謝我們CDC 防疫的成功呢 很用心 當然我們也感謝 我們交換部官員 很直接的 一直想怎麼樣來協助我們 但是 現在就好像前面幾位長者所說的 說 比例原則變三十幾億 但是到底可以拿多少 我們旅館業有三千三百六十五家 平均一家是十九人 加斯公用這個比例 說真的 只算金來分一個就不夠了 那當然下一張 我想接下來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沒有紓困會死 那是不是用最直接的 比照過去的消費劍 乾脆就直接分開多多 分一分的 因為呢 你用那番頭做什麼 會什麼振興劍 等一下 說真的 大家都在很煩的 很無形的啊 你就全民都不分 大家都公平 我想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 假如問我說有什麼方法 可以直接改變呢 那我很直白的跟大家報告 就是依照老保急投資薪資的百分之六十補助 很多人會講說 你這百分之六十怎麼來 因為失業補助金就是百分之六十 他過去領三萬 他因為非試驗離職 他就可以領六十的 失業補助 就是百分之六 你說用百分之六 來補助 他就要去勞動部去投資 然後要投資 一百五十八塊 他要投資四十多 他有辦法補到三萬 啊但是我們這個 你也要把我們照顧 你就直接把我們補六十 你啊不但不敢說裁員 而且也不敢說什麼休息什麼減班 我想在這個地方我要特別講 我們旅館業有一個很棒的一個容易感 叫做旅館人勝於生意人 什麼叫做旅館人呢 旅館人很在意名 叫做共存共榮 叫做利潤共享 叫做合得精神 叫做經營家族主義 叫做命運共同體 那你生意人呢 當然生意人是中華的立場 講利嘛 沒有立任當然挺損嘛 在座的所有委員 所有的長官 家族這個小子死去真的順沒人過啦 你就要先照顧 不但不讓他殺死 而且要讓他強壯起來 重點的重點就是讓官方產業 不能倒閉 不能關門 我想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需要找回台灣官方產業 所謂過去的龍井 那讓這個官方產業是幸福感的 是希望感的啦 那最後呢 我想我用更清楚的講一下 目前叫做減班休息 這是初期啦 然後中期會怎麼樣 叫做遣散 我剛才特別講到 遣散實在是最簡單的 然後就跟他講 我就照顧你幾個月都沒收你 我就打在桌子 你要動情我也是一種要死去 不然讓我稍微喘一下 你先想辦法 他去想辦法 就去找老婆錢了 到最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啦 我真的抵擋不住這個疫情 我不敢講說我要勇氣 我先休業 休業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人性的衝擊 在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到 到底是要讓我們做旅館人 還是做生意人 我想 以我台北長寿路 林森北路口 以日本人為主的飯店 真的沒人啦 我的老保 投保薪資是63萬8千 6百 63萬5千8百 我的房租是72萬6千 你想我 一間店就很沉重 我多少間飯店 我照顧多少勞工 謝謝 感謝 我的官員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是來聽大家的看法 新冠肺炎燃燒到今天 昨天陳時中部長有宣布 由於國際疫情的持續升溫 其實已經形同鎖國了 他規定一些外籍人士一律禁止入境 國人入境又要居家檢疫14天 那又禁止 從早期的禁止 醫護人員出國 公務人員出國 到前幾天禁止 高中以下的師生禁止出國 那這樣子的疫情到底會持續多久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啦 有可能是很長期的 那防疫上面呢 其實台灣的緊繃的路線 會不會彈性疲乏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那防堵境外的失效的時候 太過消耗的醫療體系要如何因應 這個大概是醫療體系要去考慮的 但是呢就經濟上 今天我看起來 百公百業的代表們都在經濟上面 那禁止入境跟各種國內的管制措施 長期下來 對台灣整體的經濟造成非常嚴重的衝擊 不管是哪一種產業都會受到波及啦 那政府的相對應的措施 到底是六百億夠不夠還是一千億 可能還是要更多 那談一下就是說 這種全球的消退呢 不再是未來的威脅 而是現在 現在不只是新冠病毒 一隻黑天鵝啦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黑天鵝就是油價 那政府呢就是我想那個 經管會主委在這裡 就是有兩個工具 一個是貨幣政策 一個是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當然就是 升降息 那銀行把鈔票印出來 那拜託企業跟民眾花錢啦 那財政政策就是這次的紓困專案 則是擴大內需 然後那個擴大公共的政策 那政府帶頭來花錢 那希望民眾也跟著花錢 不過現在大家都關在家裡頭 就算要發消費券 好像也不知道要 也不敢出來啦 那各國大部分 目前大概都以貨幣政策為主 那降的藥當然是比較有效 比較猛啦 所以美國聯儲會會降息 當然是有效 但是從行為經濟學來講 人呢不是經濟 你政府或者是央行叫他做什麼 他就會做什麼 但是人會去猜政府 到底研判整體的局勢 來去做出一個判斷啦 所以呢 美國聯儲會把利息降到接近零的這樣的猛要 代表現在的情勢非常的嚴重 那民眾反而沒有信心呢 就不敢去消費 那也可能 預期心裡頭會導致目前的股市大崩盤 今天早上開市 又又是跌了三天多點齁 那一窩瘋的資金大逃亡 那可能就是股市暫時的停止交易的保險融失 就熔斷了很多次齁 那舊市的前提是 短期的市場失靈啊 避免整個市場完全崩潰 變成系統性的風險 不管好壞公司呢 通通倒 那資產賣也賣不掉 錢也拿不出來齁 所以美國聯儲都會這樣想 當然 那民眾也會另外這樣想 他就想說不賭不行 所以要避免這種系統性的風險 但是另外一邊的危險呢 大概就會像凱因社會講的 這種流動性的陷阱 貨幣政策呢 完全沒有刺激到經濟的效果 那最後就是有牌打到沒有牌 那其實在台灣最重要的還是信心 好像現在那個順時鐘讓民眾有信心 那這個信心是建立在防堵上 不過最近的疫情每天就連環敗 已經破敗了 那台灣的政府的財政政策如何有效 回到我們台灣來看 財政部最近有一連串的一些 譬如推出什麼繳稅延後跟分期 那相對對整個市場的資金的規模影響是比較小的 那昨天財政部也發一個新聞稿 國安基金要召開臨時的委員會 那未來出手應該也不會是太意外 應該會就是有必要的時候他會去出手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的監督是這樣子 寬鬆的貨幣政策也要小心 要不然就會變成是在救房地產 那財政政策要嚴守財政機率 也不要變成是輸財產的困 要把錢用在很需要的民眾上面 如同我剛剛有拿到一份資料 如同工業總會那個代表 戴鴻以監視的報告 他最後一段話我覺得寫得很好 他說有能力的人不但不應該得到 跟爭取政府的資源 甚至要伸出援手來幫助那些 必須要挽救的企業跟民眾 所以我想要謝謝他 希望這些能夠真正影響的中小企業 能夠受到紓困 那民眾黨呢持續 我跟那個邱元今天也在這裡 持續辦了一系列的產業座談 讓民眾發聲了解大家的困難 那今天剛好是財政委員會舉辦的工廳會 我想我們也是一起來聽各產業的心聲 那現在目前大概就是至於股市自由市場 用國安基金來救股市大概比較特別啦 因為台灣是比較特別的潛碟市場 那短期是不是要這樣操盤 這個政府是要做決策的責任 那我們事後立委就會再去檢討 長期還是要想盡辦法 然後看要怎麼樣去救整個的產業 那今天的公廳會不只許多委員跟助理都有來 那個院內來這邊看 那現在也在網路上面直播 那各位的發言都非常的重要 那這邊的官員會把它做成竹字稿 那謝謝各位學者專家 還有一些百工百業的代表 今天農場來這裡做這樣重要的建議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朱雲鵬教授 他這個以前的政務委員 然後再過來是吳釗惠理事長 再過來就高嘉瑜委員 好 主席 各位貴賓 我是東吳大學講座教授朱雲鵬 今天很有榮幸啊 來這邊公廳會 可以就這個疫情的相關的問題進行發言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不是 下一張 下一張 對 好 那個 我們看一下 剛才好 剛才好多位旅館業的先進啊 都有講說 現在情況很嚴重嘛 員工比顧客多啊 那我們舉一個非常明確的數字啊 2003年 嗯 2003年 發生SARS 對不對 SARS的前一年 全台灣的外來的旅客的總數是多少 298萬7千人 298萬7千人 不到3千人 結果SARS發生了 那一年 旅客減少了24.5% 也就是接近四分之一 請問各位 請問各位 去年來台旅客多少人 1186萬4千人 好啦 我們假設 一樣減少24.5%的話 是減少多少 300萬人 300萬人等於什麼 等於SARS的前一年的全部來台人數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忽視這一次的疫情 對於住宿業 旅遊業 餐飲業的 非常重大的影響 好 下一張 那根據統計啊 每11位旅客 我們很多這個旅館業的前輩 等一下可以指證看這個對不對 大概每11位外來旅客 可以創造一個旅館從業人員的工作機會 好 我們假設 會少了300萬人 假設今年 那麼這表示什麼 表示有27萬個工作機會會受影響 在目前住宿餐飲業的 全部86萬個從業人員的三成多 所以這是一件對於就業 你說老闆很辛苦 當然很辛苦 可是我們更關心員工 因為老闆歇業了 員工就沒頭路啊 就沒有工作做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住宿餐飲業 86萬個從業人員裡面有三成多 有27萬人 他的工作會受到影響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國安問題 所以難怪昨天啊 美國的這個財政部長 門徒請他說 如果美國政府不下這個盟要的話 美國的失業率可能來到20% 20%的失業率是什麼 那就是大蕭條啦 所以我要呼籲啊 我們這個各位大院的委員 還有政府官員 就是千萬不要忽視這一次的 這個疫情海嘯 這個可以稱為疫情海嘯 對於就業的潛在影響 而且旅館月的前輩都在這裡啊 而今年的下降幅度會只有SARS的四分 像大SARS一樣只有四分之一嗎 不曉得 SARS是來得快 但是去得也快 可是SARS哪有像這一次全世界的感染幅度啊 SARS哪有造成意大利鎖國 西班牙鎖國 德國法國都鎖國 沒有這麼嚴重嘛 那如果現在都鎖國了 人不能出去觀光 外面的人也進不來 那請問今年的來台旅客下降的人數會只有三百萬嗎 各位旅館業的先進們自己心裡清楚 如果不止的話 那就影響更大了 好 這個是OECD啊 在上個禮拜才公佈的數字啊 新聞報導都指說 哎呀 他把那個全球經濟成長率只調上百分之零點五個百分點 可是大家沒有去看他的報告 他的報告是說假設疫情不擴大 在OECD發布這個預測以後 才三天 世界衛生組織就把這一次的疫肺炎 稱為是全球感染 pandemic 所以OECD在他文章裡面說 如果疫情擴大的話 今年全球成長將腰斬 從原來預估的百分之二點九 降為百分之一點五 這是OECD的估計 那現在呢 是往全球擴大的方向走 也就是現在比較接近 那個OECD比較悲觀的假設 好 那由於時間關係啊 我很快的就進入 這個我的建議啊 第一個呢 就是我呼籲各部會都應該有一支 單一窗口有一支專線電話 比如說剛才我們桌上啊 拿來了各部會發給我們的 這個說他們要做什麼 我隨便舉個例子嘛 他說中小企業 你如果營運這個不行 這個比去年減少多少的話 你可以來申請 請問我是一個中小企業 我要去哪裡申請啊 我要打電話問人都沒辦法問啊 難道我自己在網上查嗎 我昨天也看到這個文化部 有公布他的那個就是電話 他是按照他的一級 一級這個促士的業務分類這樣子公布 這個都不合格 合格的是一個部會就要有一支專線電話 就是所有的電話都到那邊去 然後你再分給誰去答覆吧 否則大家旅館業者什麼餐飲業者都不知道說 我是不是合格 我要不要申請時間關係 第二質詢率應該最終 第三短期需求如果超過預期的這個額度的話 把長期預算什麼 什麼長期要推廣旅遊業那些錢 全部先挪來救急 一個人如果短期都不能活命了 就沒有長期了 以上報告 謝謝 好謝謝 下一位請台灣觀光車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吳理事長吳昭輝 然後向公布報告 然後他的下一位是高嘉義委員 高委員發言完畢以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好主席各位貴賓大家好 那我是台灣觀光車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那本身我們協會代表很多的 就是台灣的旅遊行窗 可能你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比如說我們像協會旅遊KK Day 那就是年輕人使用平台HIO 那甚至Tripreso做出境的旅遊平台 甚至像買台灣Tour我們專做客製化的旅遊 那我們這平台其實我們現在針對就是交通部 陸續推出的公安產業的困困方案 還有交通運輸的這些困困方案 這目的地旅遊的一些方向 可能在交通部可能都還沒有跟上這個趨勢 所以其實我們陸續發生一些建議和一些要點建議如下 那包含其實我們現在不管是旅行社或電商平台 其實我們遇到很大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種產業其實沒有太多的蛋保品 所以說其實在跟銀行在做貸款的時候 現在遇到很大的問題是公股銀行的承代意願較低 那沒有單保品之下 其實很難去做就是銀行借款的動作 甚至民營銀行也沒有加入就是政府政策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真的在這一次的紓困方案上 其實我們在銀行的紓困上其實很難有著墨 那第二個是其實我們陸續發現就是說 其實現在全球的目的地旅遊的產值已經到好幾兆美金額 但是包含我們2017年台灣的主要的這個 旅遊電商的營業大概已經有達到一千多億台幣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發現就是第一波的紓困案 其實是把團體旅遊的補助 但是在自由行的補助上其實沒有任何的做法 所以其實我們有幾點建議就包含就是說 這一次如果我們在立即的第二波的紓困案 可以直接在就是這個參考就是失業補助的標準 包含投跑薪資的六成 補貼官方產業的從業人員行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旅遊電商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其實大部分我們公司的成員是工程師 我們好不容易在資本市場這幾年在資本市場的活絡 我們靠自己的力量在資本市場不管是目前 或者是在國外的創投去目前 但是養了這批工程師現在很有可能就因為這一次 從昨天我們進來飛機也不能就是ban14天以後 我們可能再養不起這些工程師 這些工程師我們花了好幾年養起來的工程師 卻因為這次疫情可能它跳到其他產業 一個工程師平均成本 senior的部分大概是8萬台幣 高階的senior 更高階的話大概15萬 像我們一般技術長可能15到20萬台幣 所以真的是補那個1萬或者是那個教育訓練 1萬8其實對我們來講其實真的是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這是需要大家正視的問題 這個工程師好不容易在旅遊電商找到 我們真的挖到這些人才 他會不會一瞬間就跳回竹科這個地方 第二個是我們想要提議的是說 現在不管是振興消費券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優惠方案 是不是可以立即跟這些台灣隊合作 而不是政府在立即在創造另外一個平台 好比說我看到經濟部有說 想要再創造另外一個外送平台 創造一個外送平台 大家可能想很簡單做個APP做個網站 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後面還有行銷人員 還有甚至剛才教授有講到說 像客服人員要養 後面整個行銷團隊整個的know how 其實他養一個團隊的成本 真的不是建了一個APP 或是建了一個網站 所以這是我們提倡的是 其實很多台灣隊需要政府去重視 未來也可以直接跟他們合作 第三個是我們希望 其實現在立即已經發生的問題是 我們看到的是 外國客已經進不來了 那有沒有可能是 像我們有在附件E有給大家看的是 實際大概在講的這個韓國的這個補貼方案 因為陸續如果到4月底 完全沒有公安客 對我們來講 直接是直接營收是歸零 一切重新開始 我們昨天跟不管是幾個旅遊新創 KK Day這些老闆們在講的是 如果再這樣持續下去到3個月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用再花任何品牌錢 我們已經所有包含現在全世界 Xperia Agoda 我們在做一件事 我們把所有的Google關鍵字全部關掉了 因為在不管丟任何錢 現在一點作用都沒有 所有全世界人都不能飛 而且我們在講的是 我們在做全球化的旅遊業者 反而是影響更大 KK Day在全世界有20幾個點 但這些點他現在所有的航班都不能飛的時候 其實他每個國家都爆掉 這是我們很希望政府就是正式的問題 所以如果在心智上 可以真的是比較南韓 或是像我剛才提的就是說 失業補助的這個給付的部分 或許這是可以幫助我們在3個月 真的度過這難關 那相信如果很快速的 這個當然是衍生後續的問題 就是說他這個補助的後面 是不是這個員工 可以持續在這個公司在做 至少半年以上的工作 不然我們也擔心就是說 政府在做這樣的補助以後 會不會有更多的人頭掛進這家公司 那再來就是 我們想要提的就是說 在這個 減收這個營業稅的部分 其實包含因為我們這種做電商公司 我們看的是叫做GMV 那這營業稅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每個月要繳這營業稅其實是非常龐大 所以一般旅行社的邏輯可能是做代收代付 但是我們這GMV 直接是做營收的5% 所以光這個稅收我們每個月的繳這部分 是不是有這個 直接就是減免的部分 甚至舒緩的部分 直到疫情的結束 所以以上簡單的報告跟各位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會請高嘉儀委員發言 那麼高嘉儀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我們就休息10分鐘 也請各位大家就可以去封便 然後等最後我們會有 這個相關的部會首長 會對各位的意見做一個具體的回應 謝謝 謝謝主席喔 今天是來聽各行各業產業界的心聲喔 那其實這陣子以來我們也都知道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也看到其實台灣一開始在疫情上 確實是超前部署 但是在產業界他們的需求 在經濟上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困難 的確還沒有做到如大家所期待的 那我們也看到最近全球股市崩跌的狀況 每股在一週裡面有四次的熔斷 那台股呢也是不斷的重挫喔 那一開始我們認為說 我們只要守住我們的疫情就沒事了 但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 而且未來經濟的這個緊縮甚至衰退 可能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用SARS期間的狀況 來看這一次的疫情 因為我想過去我們拿SARS的經驗來 跟這一次比拟喔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SARS當初編了500億 可是沒有全部花完 只花了一半 所以這次編列了600億 但是看到各國在紓困振興的相關的措施 發放的現金減稅的措施 都遠比台灣來的更激烈 而且更大方喔 我相信大家看了也會覺得說 現在的600億真的不夠 那我們也看到說 尤其是觀光產業界旅遊業的重創喔 是最大的問題 那我們也期待政府藉由這一次喔 能夠振興國內的觀光產業 其實我發現這一次因為很多人不能出國之後 開始也轉向國內的觀光市場 那如何讓我們的國人能夠了解說 其實台灣的觀光的產業跟我們的觀光的水準 其實不輸給國外 那藉由這一次能夠把我們的觀光做一個很好的行銷 然後轉而讓台灣人能夠留在台灣消費跟觀光 絕對是振興經濟最好的方式喔 所以這個有待於我們政府部門能夠提出 跟產業界一起來合作 如何去轉化 那像我們自己喔 所接觸的朋友 最近也都開始留在國內消費 留在國內觀光喔 那我覺得說現在新的一些網路的型態啊 等等的生態 其實我們台灣在各方面其實是不輸給世界各國 那我們的防疫的成果 我們的生技醫療的成果 我們的觀光產業都可以藉由這一次的疫情 希望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但是也有賴政府的智慧喔 怎麼樣去結合產業界 那產業界其實是比政府更靈活 所以政府絕對是要多聽我們產業界的心聲 那當然我們也期待說 減稅的措施是最能夠有利於 現在業界所面臨的最直接的困擾喔 因為我們也發現說不僅是澳門喔 澳門呢宣布說所有的國民都減稅30% 而且去年繳交的稅還還60%喔 那法國的馬克宏呢 他最近也宣布就是暫停繳交租金喔 那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大家也都知道 他現在已經宣布了1兆美元的這個方案喔 甚至每個人發3萬的現金喔 那香港也每個人發放將近快要4萬的台幣 那日本也決定要發放現金喔 那所以我們現在600億的規模 我覺得絕對還有在增加的可能 那因為過去我們拿SARS來做比擬 所以有了這個600億的這個目前的方案 但我相信我們的政府絕對會靈活的去面對現在的疫情狀況 然後再予以做調整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跟產業界一起能夠共渡難關 那也希望能夠趕快推出新的 不管是振興或是減稅的方案 因為我們也知道這20億的振興券喔 是遠遠的不夠 而且無法去因應現在產業界所面臨的藍莓之極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政府就振興方案 如何能夠跟產業界結合 這是大家現在最期待能夠看到的方式 那我們也希望產業界能夠多提供一些好的建議給政府 如何來協助我們的觀光產業在這一次裡面能夠有新的轉型 因為我們政府交通部也投入了數百億 在於協助我們產業界觀光業的發展跟轉型 絕對不是只是紓困 所以我們也希望錢能夠花在刀口上 這一次我們如何能夠把錢投入產業界做有效的運用跟轉型 能夠發揮加成的效果 這是我們最期待能夠看到的成果 那我也希望說大家如果有好的建議可以提供給我們 然後來要求政府趕快來因應產業界的需求來做調整 那也感謝我們主席還有今天這個所有與會的成員 那我們也會把今天的大家的建議呢 未來作為我們這個施政還有我們質詢的一些參考 謝謝大家 好謝謝各位的一個發言 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前也宣布 我們六門要發言就到現在為止 我們就這次登記 休息十分鐘 見 請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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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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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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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